詞曲 李宗盛 宇宙 编曲 某頓首 大家好,今天就介紹一下整體 所以需要兩張雪梨茲 或者粥子,六塊,很便宜 然後我就先介紹一下 聖誕樹是我今天扭的 我覺得很漂亮 但因為扭單號是崩了 有去啦 沒什麼所謂的 聖誕樹也挺漂亮 會發光的 開給大家看 你會看到它是蒼紅色的發光 晚上會更漂亮 不過現在就這樣給大家看 本來因為都變成了聖誕節 如果大家想聽其他的話 我都會買其他的廳 因為一手都是6元 先關掉 好 這些雪梨子 或者在節目中說一次 你真的可以在那個 你就可以在那個號碼 6元就算了 很便宜的 一兩張 很大張 我以後會分享給大家 另外你要糖 這包糖我百萬塊 我認識很多 因為我小時候 已經很喜歡吃的 很有趣 而且我都會重買這些包裝 其實我覺得那兩個 人樂包裝紙上面那個 我覺得很有趣 不知道有沒有覺得 之後呢 就準備一張 剪水梨子出來 就這樣 我呢 我就 剪了這樣 因為太大張了 我剪了一點 然後放你要糖的數量上去 然後就 慢慢包 用角位 好像我這樣 慢慢包 因為雪梨子很薄 很容易爛的 所以你要小心 慢慢包 慢慢包 然後呢 你就用一條鐵線 圍著它 然後扭緊它 扭緊它 這樣吧 你扭緊完之後 都好像昨天 不是昨天 不是昨天 還是前的呢 忘記了 就是我教那個教學 你也可以加一些牌子上去 不過最主要是 你就這樣煎 其實你這樣可以 帶回學校 交換禮物 就已經可以了 我自己都覺得 你可以在邊邊加些鐵線 我覺得用雪梨子和鐵線包 這個組合是很方便的 就是你什麼都可以 一塊一塊 一個禮物 就好像這個 這樣 這個我就加了一塊牌 還沒加 我現在不夠 我之前教的就複雜一點 不是複雜一點 不是複雜一點 就是多工序一點 這個就沒有那麼多工序 但是就要水生一件 很容易 很容易 這就是瑜伽牌 那我就加了一塊複雜了 那我加了聖誕 不是不是 是加了雪影 那我亦都 就這樣做一做 我更漂亮的上面那塊東西 這樣 然後呢 如果你留有細心一點的話 你會留意到我中間的紅色MT 那這個牌我還沒寫的 對了 這個牌可以寫的 那你自己整個牌掛上就可以了 其實這個牌 講返就講 是我幼稚園 不是 去小學的時候 那些聖誕包裝禮物裡面 就有那些牌 那樣 然後 那些同學不容易的 給我 然後我幾年來我償了 三十幾個 那我都會送給別人 因為在中學的時候 包裝了禮物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教學 下次再見 拜拜